那UBC这家深夜长男U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吧 好的 外面看着不是很大 里面还真是别有洞天 装修风格给人感觉很正宗 像个居酒屋的样子 是啊 这个装修风格真的是不错 这桌椅 屏风 还有餐具 这包括窗帘都浓浓的 有一种日系的风格 感觉一下子就穿越到了日本似的 谢谢 张教授 那咱们温哥华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了 这个居民来自全球各地 这饮食文化应该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吧 这个事你可说对了 那这个它也是市场导致的结果 特别你能够消费 或者能够承受更高消费的地方 它自然就是更多美食 那美食也是加拿大成为 一居之国 温哥华成为一居之城的关键指标 那美食之多 温哥华不是浪得虚名 你可以尝遍全球的美食 这地方有2000多家餐厅 正是因为温哥华的开放和多元 以及敞开胸怀的移民政策 才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厨师 都在温哥华 刚刚咱们著名的网站 也评选出了2021年的 加拿大100家的最佳餐厅 温哥华有19间餐厅上榜 我知道源于太平洋西北部的这个地区的西岸菜 最具代表的就是温哥华本土美食文化 主要是海鲜唱主角 像鲑鱼银雪鱼什么的都是游客必点的这个地道美食了 是的 温哥华呢 它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大都会 早期的欧洲人 先来的英国人 法国人 叫什么法国菜 意大利菜 什么加勒比海菜 地中海菜 希腊那些东西 都已经到温哥华 所以这个地儿 欧洲才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过去20年 大量亚裔移民来到这了 包括日本人韩国人 特别是在大陆人 新移民的来到这 就把美食的丰富性啊 都带到了这个温哥华 咱现在这个温哥华 应该说 饮食丰富性 都达到一个新高度 你在这儿 可以这么说 凡是咱中国正宗的粤菜呀 本帮菜呀 什么淮阳菜呀 东北菜 中国八大菜系 都在这儿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在温哥华 能吃到中国所有的 在中国 不一定能吃到温哥华所有的美食 杨教授啊 问您一个问题啊 您知道这家 餐厅的老板是哪里人吗 这老板 看重不重 应该是日本人 这个你还真猜错了 餐厅老板是我们华人 而且还特别年轻 是啦 不过呢 也不奇怪 这里面我给你讲个故事 这是我啊 因为我是也有经济的 讲商业模式 我们曾经有一个特别 我特别喜欢讲的一个案例 就是意大利的日本料理 这什么意思呢 当年呢 改革开放 以前大家知道 意大利也主要是日本人 日本人呢 开日本料理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呢 大陆人 富起来了 大陆人很多人呢 移民到意大利 那么日本人呢 就把这餐料理呢 就卖给了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呢 特别是以温州为代表的 都开了个 中国人开的日本料理店 就过了很多年去以后啊 日本人呢 就去这个料理吃 觉得不正宗啊 因为中国人办的 日本料理店不正宗 有一个日本人就想啊 说我要重新振兴啊 日本的正宗料理 所以就开了一家 日本人开的日本料理店 结果意大利人来吃了 说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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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正宗了 太不正宗了 所以最后成了什么呢 我们中国温州人 开的日本料理店 是正宗的 你日本人开日本料理店 在日本 在意大利 不是正宗的 所以呢 这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 是吧 不过呢 换个角度来说呢 是不是体现咱们刚刚说的 就温哥华是一个各种文明 各种文化 融得很好的城市 那有人就吐槽中国人 把什么事都办坏了 都办走味了 他换句话说 是不是说咱中国人 是一个勤劳 也最善于学习的一个族群 那咱们先边聊边吃 好的 来尝尝 这就是日本的炸虾 的确是 一个华人 到了温哥华 开了一间日本的餐厅 这背后就是各种文化 之间互相学习 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张教授 这菜上来 咱们要不先先喝一杯 可以呗 来 Cheers 走一个 这个杯子可是咱特意选的 人家这个店的特色 是 好像还不错 温哥华的这边的店不少 开的其实都不错 但是这家店有几个特色 我觉得至少选酒杯这个环境 就非常好 非常独具特色 多说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在这样的地方喝酒聊天 尝尝美食 真的是太开心了 对了张教授 您看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论年轻人和大学 这里的餐厅老板也是年轻人 年轻人的学习能力是真强 作为年轻人的师长 您认为加拿大的华裔年轻人 如何来看待荣誉 加拿大的社会这个问题 好 那我先放一会儿 先聊聊这个话题 我这段时间 其实我听到有一种声音 这个声音还就是加拿大的华裔年轻人说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这么个观点 他说加拿大是一个多元自由的国家 不要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因为咱们前段时间下午咱们有一个新来聊的 关于身份认同的事 他说我们是主人 是有加拿大一分子 要有这种想法 比如说大家都去呼吁投票啊 怎么怎么样的 那好 投票呢 不是去仅仅为了争取权益 这关于既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那么投票是为了去融入 去奉献社区 这个观念要改变 如果这个观念不改变 总觉得是要争取的 永远啊 无法成为加拿大人 哎 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这些事 是的 您说的太对了 这文化需要参与啊 如果要改变任何的问题 都要参与这个社会 而且呢 不是仅仅是在政治上去诉求 对吗 是的 是的是的 检讨啊 通常和指责别人啊 都是比较容易 批评别人都容易 其实呢 与自己和解 才是最应该的选项 比如说先说服自己的身份认同 才是成为加拿大一分子的 有最好的方法 你比如上个周 咱刚刚过去周六 昨天啊 昨天 哦 前天 5月28号 我们都听说啊 咱们碧溪省一个非常大事 就是碧溪省的 华裔加拿大人博物馆 它举行了一场近百座的 近千人的 这么一场大型晚宴 那么通告呢 华裔博物馆的进度啊 也将于明天夏天开门这件事 我也参加 可以这么说 碧溪省的各路政要都来了 这个不奇怪 但是呢 不分党派和门第 包括在华人社区 几乎所有事都来了 那么说明这件事是 全体华人的大事 也是当地社区公认的 或者说他必须支持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事情你看 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很有起怀疑 你必须有主人翁的这种心态 在这 他有这种感觉 那么为这件事呢 做我个人了 今天在那说 我和咱们的资深媒体人 很著名的 丁伍老师呢 我们就发起了一个基金会 叫华人传承 未来基金会 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对华人社区 把大家凝聚起来 比如说咱们大陆华人 一起呢 每个人都是西流 把它汇成大河 然后呢 对接呢 华裔博物馆 来显示我们华人的这种团结力量 所以呢 那么为什么大家讲 你说 为什么卑西省这个华裔博物馆 你这么重视呢 我跟他们讲 我还真是有些研究 至少在我现在研究的视野当中啊 它是在全世界唯一的一家 政府的乡 华裔博物馆在世界各地挺多 但都私人的 所以这件事 就是我们温哥华发生的大事 那么我们温哥华在的华人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啊 以主人的心态 通过讲好华人过去的故事 更要讲好咱现在 与今天 咱们在这个深夜食堂 是吧 还有咱们未来华人的故事 实际上成为江大陆的一分子 最具体也最实在的百分 这就是我感觉了 这您刚刚说的 与自己和解这句话 我真的特别喜欢 只有从心底里认为啊 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 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才能最大程度的去融入啊 对了张教授 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呢 移民加拿大 整个华人的群体 对加拿大的社会贡献啊 也是越来越大 是的 这件事呢 有时候咱们只这么说 应该是很难有说服力 我们呢曾经呢 也做了很多研究 但是呢 都不够全民 我最近呢 看了一份报告 就2021年 去年的11月 加拿大一个非常著名的民间组织吧 是本地的 叫家中贸易理事会 它公布了一份报告 它是用数据和模型来推演的 它说啊什么概念呢 从2011年到2020年 将近10年前 新移民为加拿大做出多少贡献呢 490亿贡献的GDP 增长率呢 9% 这个素质啊 绝对值不够大 但是增长率很高 为什么高呢 咱加拿大的这10年间的平均GDP增长率 1.5% 那9和1.5对比怎样 所以呢 这个增幅啊 是非常强的 很有说服力 嗯 这真的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华人啊 非常骄傲和欣慰的一个现象 贡献这么大 华人移民呢 也会越来越受到本地的尊重 是 今天呢 中国移民呢 咱们可以看到 对加拿大的经济和社会啊 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你看加拿大现在 很多的 企业家不用说了嘛 政要 政府 雇员 医护人员 社区里面太多了 几乎每个行业都有 而且 中子企业 就咱们的仓果 太多了 而且很多中子企业 遍布在加拿大各个角落 在温哥华更是如此 它为城市 为居民 就提供了多多方面的服务 比如咱温哥华 这我特别经常讲的 咱们新移民 比如说来自大陆的医民 正在创造新的华人历史 不是仅仅只有唐人街 你举例说 咱们今天说 咱们在深夜食堂 这个老板 那么做起这日本料理 就非常好 为UBC的学生服务 这很好啊 还有一个我经常 表扬的一个简单 这个表扬不是我表扬的 福布斯杂志 曾经说 加拿大最好的葡萄酒 在哪 就在咱比尘尔格纳 换一些酒庄 而这个庄主 白济平先生 就是新移民 所以我们新移民 正在书写加拿大的历史 或者加拿大的华人历史 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那看来啊 更好的融入 就能带来更好的一个发展 这样我也想起来 文文华市的一个地标建筑 Fairman太平洋的大酒店 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整个外墙啊 有一句英文的诗 Lying on top of the building The clouds looks no nearer than when I was lying on the street 你还做过翻译 这内容是这样 就是街上看云 云很远 那屋顶看云 云不变 这是不是告诉我们 躺在楼顶的人 并没有比街道上的人 更接近苍穹呢 是 街上看云 云很远 屋顶看云 云不变 你是说到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这种细节 这是我在2020年跨年讲 我的收尾的时候 就采用这个 那么设计了作品的艺术家 他呢 其实是个英国人 是叫利亚姆基里克 这个设计上表达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不管是贫还是不 所拥有风景呢 并没有不同 那么这一点 为什么咱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呢 它就契合了温哥华 这座移民城市啊 它的特质 就是说不管你来自哪里 不管你来自英国 来自欧洲 来自日本韩国 来自亚洲 来自我们中国 无论你身居何为 所有的幸福感 都来自于你的内心 而不是为何会来自哪里 讲得太好了 给我们今天也上了一堂 人生的哲理课 没有 让我们心灵度得到一个成长 那非常感谢张教授 从文化的高度呢 把新移民的身份认同 文化融合阐述到这么的透彻 而且娓娓到来 却不有诗意 那相信听完张教授的分享 那大家呢 对如何更好的融入加拿大 一定会有更好 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 我们也祝愿 每一位来到加拿大的新移民 未来更加美好 有海华希瑞和聚焦海润铃和出品的 一路由我访谈节目 还将持续播出 我们会分享更多的 在加拿大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